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张新靴子 火猫的 等了90个月了 看看什么样子 送的一双布鞋 竟然是曾经龙的布鞋 一个帆布袋 这次订的是货文的马皮 黑色马皮 比我想象中的要丑一点 上脚看看 火猫这双拳击靴我等了9个多月 这个时间真的蛮难熬的 要不是我靴子多 我可能真的有点等不住 9个多月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买之前他就告知你要等很久 然后蝉料有限 就说白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好在就是到手开枪 没有失望 肉眼可见的一个精致感 然后整体的感觉也是对味的 没有奇奇怪怪的味道 是吧 没有胶水味 然后不得不说 现在国靴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 你看现在牌子有这么多 像火猫呢 我觉得各方面做的还行 那这一次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然后当时我为什么订这双拳击靴呢 我都有点忘了为什么要订 可能因为我没有穿过拳击靴 所以当时一直冲动就订了 我本来以为我订的是一个蛮轻便的一个版本 我选的配置确实蛮轻便 但到手呢 还是有点厚重的 因为我选的是一个V版的这样一个保底 四周也是打了一层钉子 Doctor Sword鞋底我也没买过 但是看着外观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而且它设计我觉得蛮合理的 这边后跟这边有点凸起来 因为后跟磨损的最快 然后它的摩擦力 你看密密麻麻的小颗粒 我觉得这摩擦力应该是蛮好的 比那种没有纹路的后跟好很多了 细节皮质现在看着外观 我觉得密度是还行的 马皮的翻车概率 比牛皮的翻车概率要小很多 然后这一双实际的皮质要上脚了才知道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真的是蛮到位的 毕竟3000多块钱的果血真的如果说你细节不到位 真的要爱喷的 你看它固特异的粉线 用的这个线的颜色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很多果血它用的那种劣质的惨白色 就一下子档次就拉低了 快扣上面也有一个火猫的logo 这个logo大家觉得好看不 然后你们看到斜舌这一块块的材质明显是要软一点的 这个材质是不是马皮呢 我就有点不太清楚了 觉得对皮质的要求蛮高的 因为它材片少 不像我之前那个牛筋 很多片材片拼起来一双 这双你能看到就很简洁很简单 然后这些缝线的小细节这个选择 我觉得是很到位的 你看这些缝线的选择 都是蛮好看的 说明这个朱利神美还是在线的 这些小细节上都是到位的 看鞋头鞋头这边走线多一点 走线也是蛮精致的 这一双国穴整体下来 就现在来看还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期的 本来我对这种国穴没有抱太大的一个期望 就说白了一分钱一分货 钱到位了 国穴也还是能做好的是吧 然后这一双其实最大的惊喜 它其实是整个楦形 虽然看起来有点丑有点奇怪是吧 但它整个圈形的曲线这些弧度 弧的我觉得恰到好处啊 就还是蛮好看的 都看了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就有些这种靴子就感觉直上直下的 就稍微少了一些曲线的优美的感觉 尤其像足弓这一块 上一双左大师足弓这一块做的就没那么好看 这一双你看取过来就感觉就是很符合你的脚型 你知道吧 但是这种靴子我觉得脚背高的人绝对是穿不了的 你看这造型就知道是吧 这鞋头这么扁 我的脚没那么胖像这种头有点扁的 我觉得我应该能驾驭得住吧 有关其他细节啊一些皮料 我们到时候穿个一个星期之后再聊 车上一个脸 车上一个角色就装了 这边也有点 Counting 那这期视频就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结束了 就刚才试穿一下 还是小了一丢丢 你知道 小了一丢丢 你知道等了这么久 小的一丢丢这种感觉吗 哇我真的无语 而且这种定制的东西 我现在只能挂闲鱼除掉 就真的无语还讲什么细节 就小的一丢丢你知道吧 因为我这种脚型就脚背又不高又不怎么样 其实很少在尺码上翻成 那这双鞋就小的一丢丢 我定的是7.5码 然后我觉得实际可能小个半码左右 只有7码的人才能穿 7码左右的人才能穿 他送了一堆鞋带你看 送了各种鞋带 本来我还想这个鞋带你看这么多种类 还蛮好的是吧 真的啊这工装圈我真的吐了呀 我操 没办法因为它不像运动鞋 而且等这么久真的小一丢丢 这种感觉你知道有多难受吗 我真的真的蛮无语的 那就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 这鞋子我也穿不了了 穿不了的鞋子有啥好讲的呢 是不是 好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吃完鞋子就先遇见 啊我真吐了我操 吐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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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